他享受是非常非常的好 可是你反而他越享受越好 他越苦 越享受越好越苦 也有这样子 很多这种的 我们都看到在 现今的社会的这些例子 我们都可以看到 不用我来说了 可是大家来讲的话 因为为什么 总的来说 苦地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说 由业跟烦恼 而产生出来的果报 业跟烦恼而产生出来的这个果报 来讲的话 这可以说它是叫苦地 从现在目前看来讲 我不要说辩论的 从初的定义来讲的话 业跟烦恼而产生出来的果报 在流转于生死当中的 由业跟烦恼而产生的这个果报 这我们叫苦地 而这些的例子是说什么 是你看从道理我们了解之后 例子应该就很容易去找的 他说所有一切的 有肉的苦受 这就是所谓的苦苦了 看所有一切的 有肉的热受 是不是大家现在应该也知道 有肉的热受是什么了 就是有肉的热受 因为以前我们问说 有肉到底什么是叫有肉 有肉到底是什么的话 这边所谓的有肉 是说实话来讲的话 它当然就是说 有瑕疵的啦 有瑕疵的意思 有瑕疵的 有瑕疵的 这个受是什么呢 就是说 它是受到业跟烦恼而推使出来的乐 业跟烦恼 自己不是自主的 由业跟烦恼而产生的 或者不要说业跟烦恼 或者我们不自主而生起的乐 这都是所谓的 所谓的叫什么叫说坏苦嘛 像说什么 到大了就知道了嘛 比如说小时候 我们会觉得说 看电视是很好的 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到最后有些人 你看为什么连电视都没有了 或根本不看的 就觉得说 这个虽然它暂时有没有有啊 就变成是越来越迟钝嘛 或者在英文 它叫什么 这叫笨蛋盒子这样子 它把它取名叫 因为以前的电视是像一个箱子嘛 盒子 它叫笨蛋盒子 那样子 因为你越看越笨 越看越愈吃 因为脑筋也没在动了 也没在做 你就整天就坐在那边看这个时候 就要死这个的时候 所以看到这个过患了嘛 我们不自主了 所有的乐说都是由这个 这个箱子给我们 或者一个假象的东西给我们 我们没有自主 这不是我们真正要的追求 应该是有一个更 应该有一个内心的东西 更为 所以这个有没有乐 有啊 有时候会打发时间啊 好玩啊 还是有一个乐说 可是这不是我要追求的嘛 这不是我想要的 那一样是说什么呢 哦 还有另外一个是说 哦 如果苦苦是什么 是有漏的 那个有漏什么 就是它不自主的 我被他人牵着而去 要生起来的 叫有漏了 我完全没有自主的 这个不自主于什么呢 不自主于业跟烦恼了 不自主于业跟烦恼 所产生的所有的果报呢 就是什么 我们就叫苦地了 所以是不是他这边来讲的话 他说 那好 苦苦是什么 就是有漏的苦受 坏苦是什么 是有漏的乐受 那辛苦是什么呢 他在这边翻着 很难懂 可是说什么呢 他说 这两个以外 有夜跟烦恼的手机 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手 是说什么 他好像 他的印压下去的 这个是说什么 为什么你看 我说 在藏文的 他意思是说什么 他的作用 而跟随着 这样子而生起 你看我说 我们在这个来讲 说是手印一样 我的手印下去的话 你看我们 这样子 压下去的时候 这个东西 会不会叫说 人的手印 还是叫说是 大象的脚印 或叫什么的手印 是 我这个手 有没有压下去吗 我的这个大象的腿 有没有压下去 他是要跟着这个 才会有这个一样 这一样 这边的意思 也为什么说 他是由他的这个手 而产生出来的果报 叫说什么 只要是由夜跟烦恼 随他而产生 这所有的果报呢 都是所谓的辛苦了 就是这两个以外的 这两个其余 就是不是苦苦 不是辛苦 对不对 不是苦苦 不是坏苦 这两个以外的需要 受于业跟烦恼 而吹死出来 而导致出来的这种果报呢 都是什么 都是辛苦 不管是有肉 或无肉 或者说 应该说没有无肉 不管是有肉的也好 或是乐也好 苦也好 无忌也好 这些都是所谓 我们叫做辛苦了 就是不自主的 这些不自主 这叫所谓的辛苦 以前有些人说 那这种东西 是不是叫苦地的话呢 我们在与真正的经书 或我们说法 这不叫苦 不叫苦 为什么呢 以前我们来讲说 为什么 因为它不算 为什么 应该说 对不起 应该说 这不叫苦地 为什么不叫苦地呢 因为它没有设置于轮回当中了 所谓的真正轮回 不是这个 不是一个地 不是这个东西 不是这个 那所谓的轮回是什么呢 所谓的轮回是说 我不自主地 从业跟烦恼 不断而要去 洁身的这种东西了 而去洁身的 这可以分出什么 我外在的 跟我内在的 外在的就是说什么的 我这种所谓的气势间 这个东西 或者我不断地 不断地产生的 这种的外在的 而 情是什么 就是我这些心事 这些来讲 这才是所谓的苦地 而跟外在的这种 像这个 很多人说 这就是辛苦 或者这就是轮回 这个我们来讲说 这个来讲都不算是 所谓的轮回 不是一个实质的地方 或者一个物 这种好像外在的物品 它是这种所谓的 由业跟烦恼 而不断不断地 要洁身的这一分的 从这个不管是心事也好 身体也好 它导致这个东西而产生的 这才叫所谓的苦地 好 所以呢 我们讲说苦地来讲的话呢 它应该可以分为说叫 苦苦 坏苦 辛苦 这也是之后 我们在道次第当中 可以分出的说 六苦啊 八苦啊 或什么什么什么等等 或者四苦啊 生老病死的苦啊 什么 都是在 这个基础上面 去建立出来的 可是总设起来的话呢 它一定会涵盖在于说 这三苦当中 没有一个苦地 或者是 业跟烦恼的果报 不涵盖在于说 苦苦 辛苦 或坏苦 这三者当中 好 但这是 我想说我们先把这个 四地的 总的体性来讲的话 下次我们上课 我从 福生大师的那种 更详 更严密的 的 定义来跟大家讲 第一个 但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了解的话 极地就很容易了解了 这什么的话呢 它就说 是有漏的 它是要有漏的这个东西 它是从什么 从因的角度而去宣说 从因的角度而去宣说了 这个涵盖在轮回当中的 这种 随烦恼的 的这个地呢 我们叫什么 基地嘛 它本身的本质 它也是一个有漏的 它也是 我没有自主的嘛 我不自主的 这个东西 第二个是说什么 它从因的角度来说嘛 它从因的 它是苦地的因了嘛 苦地的因了 从因的角度而去下手 它本身的是什么呢 它是在讲说 流转在轮回当中的 这个烦恼次第 它的是什么 它是在流转 它是作为 流转在烦恼当中的 因素 它这个来算呢 而这边它可以分为 说什么的话呢 它这边分为 只有分为两个 叫说 业的基地 跟烦恼的基地嘛 它这边有分说 业的基地 跟烦恼的基地 在别的福生大师的注解 它会有三个 叫说 业的基地 烦恼的基地 跟这两个以外的这个 持二者以外的基地 我举个例子来讲 为什么来讲的话呢 业 业我们在泛文的 或者它直接的解释 它叫garma 就是在 简单的 的翻译来讲的话 garma的意思是说 什么是 行动 行动 所以我们是不是有说 在这边来讲的话 有些人讲翻 我们在 拒舍论的时候 用法 或者在 道次第的解释 有没有说 失业跟失以业 有听到这样子的用词 说失业跟失以业 有些人说什么 失以业是什么呢 就是我行动时候的这种的 我实际上在身体 或者嘴巴那时候 这个动作呢 叫失以业 失业是什么是我内心想的 这个是什么 只有匹伯沙中这种说法 只有匹伯沙中的这种说 失以业是什么是 由失而生出来的 这个生语呢 叫失以业 失业是什么是动的 如果别的来讲的话呢 我们说真正的业 这个以上就是进步啊 或者特别是在这边的 秩序派来讲的话呢 业的话一定是一个心事的 是我这个做意的 这叫业的 业的动作呢 这叫业 这业的行动啊 业的行动 不要说业 心的行动 或心事的在做业呢 这就叫业了 那为什么会分失业跟失以业呢 失业是什么 就是我还没有付出于行动的时候 我在内心当中去 这个造作的这叫失业 失业是什么是 我在行动的时候 还有在同个时间的 这个思维呢 这个呢 这叫失业了 所以行动不代表是 我们真正的 有没有去造作业了 所以他是不是说 你看你在拜佛的时候 也可以造作做恶业吗 有些人说 这没办法代表说什么 或者说他真的是说 以大圣的观点来讲 他有可能是 因为他苦受 他而生起来更多的累积善业的 也有这样子 这个来讲的话 他是主要在讲说 内心的业来去做 所以他才会有分说 失业跟 我们是不是说 失业跟 没有 这边来讲有分一个说 我记得大家常常会问我们 道次第这边有分一个四句型吗 他是不是说 他不是失业跟失业 他是说 应该很多人 没有 下次我把它找出来 在这边道次第 中世道的这边来讲说 因为我在想上文 对不起 我在想 这边有一个四句 我把它找出来 下次再跟大家讲 这个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 我们下次再道次第 我把这一段章文 找出来跟大家讲的时候 这边他就有他的分法 这边来讲的话 这边所谓的业 业的基地来讲的话 他也可以分为说 善业 恶业 不一定是不好的 他不是不好 不一定是不好的 他只是说 不自主的而要去产生的 这个来讲的话呢 这叫说 这个行为或失业的话呢 这叫说 业的基地 他烦恼的话呢 就是我们一般的讲说 去滋润他的嘛 滋润的 所以他是不是说 真正的流转生死的主要因是在于 极地吗 他是有辅助的是由烦恼 没有 有极地 没有烦恼 他也没办法产生果报 可是什么是 由烦恼才会升起极地 是由烦恼才会造去做极地了 没有烦恼 他就不会再去造 不会再去造作极地了 或他不会因为 或不会送到烦恼的控制 他就不会去造作极地了 所以是不是我们在 十二元起 大家如果以前有 绿绿地学过的话呢 是不是他说 他只要陷阵到无我了 他变成圣者呢 他就不会再去造作新的流转生 不要说是不要去造作善业 连造作轮回再轮回的业 他都不会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要造作极地的话呢 他一定要受到烦恼的控制 不自足 而他有限正的 限了悟到无我的时候呢 他再也不会被烦恼去 受他的控制 因为他不会受到这控制呢 所以他再不会去造作极地了 这是这个原因在这边 总的来讲的话呢 可以说轮回 他就分在说 应该说流转轮回的因 可以总设在于 极地 极地可以分为说烦恼跟业 但还有第二个 为什么会 第三个会说有一个 此二者以外的极地是什么呢 这就是说他的我值 一般来讲说我值 他会分出这个来去说 那有些人就会问说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值的因 不是应该说是 这边来讲是说 这种法我值啊 为什么法我值算不算在 极地呢 我们说这不算 法我值不是 不是在极地里面的 为什么呢 因为要获得卸托 要脱离轮回啊 他不一定要断出法我值 这边所谓的法我值 就是所支障嘛 他不一定要断出法我值了 但是他如果要脱离于 轮回的话呢 普特且罗我值 或者没有了解误会 他是没有办法脱离于 轮回的 所以他一定要断出我值了 他要断出一般的这种 这个我值是讲说 普特且罗我值了 普特且罗我值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他会说 业跟烦恼以外还有第三个 所以这两者以外的极地 这两者以外的极地 是什么呢 就是普特且罗我值 而我们后面有时候会想说 他有什么 他说 有这个地方有分什么 说轮回是什么 是苦地 轮回的因 可以分为说什么的话 是 业 跟烦恼 他的根本是什么呢 或他的 主要的因是什么呢 是我值 那我值的根本会生起来是什么 是有个罚我值 可是这个是轮回的根本的根本 只是已经很源头了 那这已经到最根本 可是我说你要断除轮回的话 不需要断到这个 还不一定要断到这个 可是要断除轮回 必须要断除到我值的缘故 所以在因的这部分来解释的话 他会总结在于 业 烦恼 跟这二者以外的另外一个 但这个二者另外一个的话 他虽然取名是这个 实际上意思就是说 我值 他在讲我值 以及周遭的 他说 那我们按照经书 他说 如果分的话呢 这边种的 你看他为什么说从种的 一般的来说的 是不是在经书这边 他说 其实极力的体性有的 按理为一 有露因为那一分的轮回所设的 染无品的地 区分 总的来说有 大致上来说的话 可以分出说是 业跟烦恼 他没有说 这个种的词是有一个很大的意区 就是说 我还没有说一定就是这两个而已 只是从 大概初分的去说的话呢 他可以分出说是业跟烦恼 和第一类可以分为三 就是说什么的话 我们分为说 服业 非服业 跟所谓的不动业 那个非服业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说什么 就是流转于轮回的恶业 恶业的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就是所谓的非服业 会隐身 在身在三恶道的这种业的话呢 叫非服业 而所谓的服业的话 什么就是说 隐身在于 欲戒的 欲戒的这种来讲 因为欲戒它虽然是好 是由服而得的 或者呢 可是它的苦的乐不是那么的坚固 会变来变去 会动来动去的话呢 这我们讲说叫说 这叫服业 而不动业是说什么呢 它身在乐的天人 它不会有那种 有时乐 有时苦 有时候不动了嘛 不动摇的时候 所以有它的业叫不动业 它不动业而生的 这是所以 它说什么 它讲说 就例如说 由轮回而圣此的服业 是隐身 能生于人的业 跟能隐身于 欲戒的天的 来讲 是不是我们一般 跟大家讲的话 所谓的欲戒的人 我们就是在欲戒当中 因为我们主要是 有欲望的一个地方 所以它取名为 有很强烈的这种的欲望 按这样子来讲的话 不是说所有都是 我们还有所谓的天 我们欲戒天就是说什么 我们常常看到的 像所谓的四天亡天 三三天 等等这种说 一种兜率天 什么这都是我们欲戒的 还有比它更高的 这都是所谓的一般的天 所以我像说 很多的护法 或者说别的没有 比如说像行天宫当中的 这样的官僧帝君 应该都是所谓的 欲戒的天的某一种 那就是欲戒的天来讲 看大家可以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这个不是我们 在经书体牌外化的话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在经书说 这个不是我们的 皈依的境 可以求助于朋友 他是我们的朋友 他比我们能力 比我很有能力的朋友 可是很强而有力的朋友 可是他不是我 他自己都还没有 完全脱离 他怎么帮我 皈依呢 从我股东 可是我们很多东西 你可以求助于他 可是这个求助于他不是 我们在寺院修的仪轨 他就不是说一般的 他是说什么 就是说 我要以本尊的身 或者修来讲的话 这样子去拜托 而不是说你帮我什么 赚大钱 或者什么来讲 是说有事 可是他只是一个寓界的天 所以我们在寺良田 或者是别的地方 就没有放这种 世间的天神 或者世间的护法的话 不是说看不起他 而是说他不是在 可以真的引导说去怯脱 去脱离生死 可是他有帮助 就是说我们可以 求助于他是什么 是像